每一个国家其实到最后 最危机的时候都是要动用军队的 但是军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就是军队是 我觉得民众对军队也没有 以前政府也不想军队 不想民众了解军队是在做什么 它就有一个恐怖的面纱 可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民主的社会 大家都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调动的社会 对军队的理解是必要的 我国军方从22号开始协助警方执行行管令 这样的情况是好是快 曾经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刘振东 没有给予直接的评价 但他强调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对这一次疫苗战的思维 以及政府要全面发挥军队职能 军队的其实军队在巡逻的部分 其实军队是只是协助警方而已 警方才是有权力做扣留 警方才是有权力做实际的 怎么说 征询 军队是在民事的情况底下是没有这样的权力 除非在紧急状态 现在军队目前为止 就是他现在还是民事政府情况 没有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底下 军队的角色就像在水灾的时候协助的角色 水灾我们都希望军队来 因为军队最有几率最快 而且行动力最强 反应最敏捷 所以在水灾的时候 我们不会建议军队介入 同样的道理下 现在的角色跟水灾的角色是一样的 因为他其实是没有实际的民事权力 我不要去维护政府动用军队的决定 因为我觉得说我像我最开始说 可能部长的想法就是 有军队在民众会比较怕 所以会比较收几率 那可能是纯粹是这样浮潜的想法 所以政府现在动员军队到街上去维持治安 这个决定是政府的决定 我不在政府里面 所以这个可是我今天想要民众看到的就是 第一我们去到3000个病例不是不可能的 是很危险 我们必须要确保 那但进入3000个病例以后 3000个就可能会到5000个 可能到1万个 所以我们离开紧急状态可能不是很遥远 这一点是我觉得需要大家一直谨记的 过去的30年 我们其实是没有面对什么大的危机的 没有面对什么大的危机 所以军队大家觉得可有可无 他军队的存在就像你买保险了 为什么你要去买保险 买保险是因为你担心说你发生事情的时候没有保障 发生事情的时候没有储蓄 军队就像一个国家买保险 他去到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的保险 你就开始跟保险公司讲 我要调动你的资源 因为我现在面对风险 所以军队他平时的角色 就是要训练 我们看水灾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军人 军队为什么还不来 然后看到军队才安心 为什么因为他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中文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般说军队有两大职能 最大最大的职能 第一个就是准备战争 准备赢取战争 就是你打仗要准备要赢 第二个就是它的刺激功能 刺激功能就是协助民事单位 比如说维持治安 在紧急状态的时候维持治安 比如说在紧急状态的时候 快速的建设 比如说工兵 工兵怎么样在紧急状态的时候 快速的建设 紧急需要的这个基本设施 建筑物 比如说桥医院 这些其实都是工兵 他们平时 工兵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 他们叫combat engineering 就是打仗用的这个engineering 怎么样去装地雷啊 怎么样去拆地雷啊 怎么样去装桥给军队过啊 怎么样去设陷阱啊 拆陷阱啊 这个是他一方面 另外就是他要准备后勤 军队的这个工程等等 还有军队在后勤方面的不参与 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 在紧急状态的时候可能需要的 我觉得接下来如果病例更多的时候 卫生部的人员就要更专注在 追踪的过程 追踪的工作可能就要交给警察去做 你看他比如紧急状态的时候 比如你有3000个个案的时候 他整个每一个单位的职能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卫生部在做追踪 卫生部在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你比如到3000个病例的时候 卫生部他已经不够人了 他全部卫生部的人员要调去做救援的工作 要去做医疗的工作 那么追踪谁做可能警察要做 所以军队他可能在1000个病例的时候 不一定需要军队在街上巡逻 但是到3000个病例的时候 可能警察就没有时间做巡逻了 警察就要去做别的事 所以整个社会如果要有一个战争的思维 你要把所有的有的资源要怎么样掉 这个人本来现在做这事情了 他在战争的情况他要做别的事情 每一个单位他都做不同的事情 当然我们最希望是马来西亚就停在1000个病例 不再增加了 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可是我们只有在大家都想怎么样处理3000个病例 我们才不会去到3000